娱乐迪言八卦新看点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娱乐迪言 泰国的下任国王拉玛十一世 究竟将会是谁 这一指呢是一个选而未决的问题 目前来看呢 最有可能成为拉玛十一世的人选 主要有以下几位 泰王第三任妻子西拉米王妃的独子 提帮公小王子 第一任妻子送杀瓦丽王妃的独女 帕查拉大公主 以及第二任妻子 余瓦达王妃的二儿子 至于苏提达王后和施妮娜贵妃 究竟有没有私生子 我们暂且不表 仅前面三位竞争者呢 就够激烈的了 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 余瓦达陆续给马哈瓦加龙公 生下了四个儿子一个女儿 她就像一部生育机器 既然没有名分 那就靠私生子的数量来取胜 反正呢 马哈是泰王唯一的男性继承人 余瓦达把堵住都压在了她的身上 最终呢 原配宋沙瓦丽终于忍受不了了 退出了这段荒谬的婚姻 而余瓦达的孩子们也顺理成章的 成为了泰国的王子和公主们 余瓦达虽然只是一名演员 自身的文化水平并不高 只是她非常的重视对几个孩子的教育 因为他们将是自己翻盘的重要筹码 二王子表现出来的天分是在几个孩子里面最为优秀的 因此她从小也被寄予了厚望 不论是爷爷普密蓬还是立即王太后 都认可二王子的个人能力 并让她第一个剃光头发到寺庙修行 显然呢是有意培养二王子成为王室接班人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 余瓦达最终呢却已出轨空军元帅的罪名 被剥夺了王妃的头衔 她的孩子们也全部被剥夺了皇家的身份 并一并送出了国外流亡 在这些年里 泰国大王子呢已经对父亲不再抱有希望 但是身材魁梧 一心想要继承王位的二王子可不甘心 她要积极拓展自己的人脉 在海外拉拢自己的势力 给马哈瓦加龙攻广造成了不小的压力 近日泰国的二王子在美国内华达州的 拉斯维加斯PP4 和美国纽约内华达州的寺庙访问 并拜访了当地的泰国社区 二王子呢受到了当地泰国人的热烈欢迎 他端坐在了椅子上 而民众都跪在地毯上和他合影 以彰显二王子的皇家身份 虽然呢在上个世纪90年代 马哈瓦加龙攻就剥夺了他们的皇家姓氏 但他们的身体里呢流淌着王室的血液 这始终呢是无法改变的 期间二王子还模仿自己的父亲 接受民众赠送的鲜花花环 祝福贺卡等礼物 泰国民众向王室成员赠送物品 都需要跪在地上 用金斩成地上去 二王子呢也同样享受这样的待遇 仿佛呢自己就是王位的继承人一样 他时刻都做好准备 随时等待父王的通知 对泰国的王位虎视眈眈 对于沸沸风光复位 国王亲自接回宫 但回宫不久 突然传出千余一张私密照 两女相斗必有一伤 所以泰王为了制衡后宫呢 准备给那个常伴清灯古佛的 泰国的美菲西拉米复位了 爆出这件事情呢 是全世界最懂泰国王室的男人 没错就是上次爆出 施尼娜隐私照泄露 上上次爆出 施尼娜要风光回宫的 跑得最快的英国记者安德鲁 不过这次呢 安德鲁的语气并不笃定 他用很谨慎的语气说道 有越来越多的传言指出 泰王这几天呢 将会恢复第三任离婚妻子 希拉米的王室地位 但我无法证实 这个消息是否为真 随后呢 他也继续分析到 希拉米是提邦公王子的亲生母亲 如果他再度回到王室 那么提邦公作为王位继承人的 可能性呢 也更大了 此外 希拉米回宫 也会减少不同派系之间的 宫斗大举 很显然呢 这个不同派系 肯定有一部分在暗喻着 王后苏提达和贵妃施尼娜 早十年 希拉米的名字 泰国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在他和泰王认识的时候 泰王呢 正好处于一个 修了两任老婆 花天酒地的空窗期 第二任老婆呢 是政治联姻 没有什么感情 但第二任老婆呢 可是泰王和母后 抗争了十多年 才终于娶过门的真爱女演员 两人呢 还生了四子一女 然后呢 娶过门没两年 泰王就把她休了 甚至呢 还把四个儿子一起赶走到海外 不要了 所以在希拉米上位的时候 这样好呢 就处于泰王 西夏无子 日升哥 每天呢 和美女狂欢的 荒淫时期 而希拉米呢 就这么入了泰王的眼 她出生在一个 十分贫困的家庭 有四个兄弟姐妹 但却凭借着美貌 博得了 当时还是太子的 泰王的宠爱 按照官方的说法 是希拉米当宫女 伺候太子 两人才认识 但也有消息称 希拉米呢 是一名舞女 被权贵当作礼物 在舞会上呢 献给了泰王 被一见钟情 相对来说 后者说法 更广为人知 因为希拉米在 入供前的很多照片 都十分的暴露 无论真相如何呢 最终结果都是一样的 这位平民哭大美人呢 就这样成为了 泰王的新欢 当时只有21岁的希拉米 年轻漂亮 聪明直率 长相呢 也是典型的 泰国美人 直到现在 在泰国人的心中 泰王的无人妻子 还是属希拉米 最漂亮 眉目寒情 2001年 泰王开始 秘密和希拉米同居 后来 希拉米怀了孕 生下了泰王的儿子 而这个儿子呢 拜哥哥们 都被逐出泰国所赐 成为了泰国国王 唯一承认的儿子 名副七十的王楚 生了儿子之后 希拉米母嫔子贵 2005年和泰王正式结婚 平民窟的太子妃 希拉米被泰王宠上了天 要什么给什么 豪质千金 买买买 珠宝首饰 高档礼服 一件一件 如同流水一般的 送到了希拉米的名下 而希拉米呢 也没有在当上太子妃之后 就忘本 一直牢记自己 出身于平民之中 对待民众一直十分的体贴善良 对于当时的泰国来说 这简直呢 是灰姑娘一样的童话故事 只不过童话也有破灭的时候 而且呢 破灭的十分不雅 但嫁给泰王之后的希拉米 却渐渐的开始往 娴熟温柔的方向发展 为之后成为一国之母做准备 好日子呢 没有过几年 一个巨大的丑闻出现了 2009年泰王的森派对路向外流 人们也第一次见识到了 这位泰王有多会玩 在这段视频中呢 贵为太子妃的希拉米 只穿着一条钉字裤 贵趴在地上 给泰王的狗过生日 而且呢 值得注意的是 这段视频呢 可不只有希拉米和泰王两个人 旁边录像的可都是人 和视频一起流出来的 还有希拉米的各种的不哑仗 全世界的吃瓜群众都正懵了 堂堂的一股太子 太子妃这是在干什么 这段视频呢 重创了希拉米的形象 人们一提起他 都只会想起来 那个全裸趴在地上的身影 紧接着 他又被爆出来 在欧洲疯狂的购物 满足自己贪婪的欲望 每次从欧洲乘飞机归来 都要至少带着七八个行李箱 里面装的都是高档的奢侈品 而这个时候呢 泰王要准备击成王位了 2014年 泰王以贪污罪抓了希拉米的 七名亲人 下令取消希拉米全族的王室刺信 而后呢 泰王又以对王室不敬为罪名 把希拉米的父母逮捕入狱 希拉米和他的前任一样 被无情的废除了 随后 希拉米被长期的软禁 在泰国中西部的一间寺庙 薛法维尼 与亲的古佛为伴 而后泰国国王终于 把自己采旗飘飘的 情人苏提达夫政 成为了真正的泰国王后 按理来说呢 希拉米也就会和他的前辈一样 永远不再出现在 泰国王室的瓜葛之中 但与他的前辈不一样的是 他始终是提邦公王子的生母 泰王唯一儿子的生母 现在泰国王室外忧内患一片混乱 外有民众对王室的不满 抗议浪潮愈演愈烈 内有王后贵妃 相争不休 互相较劲 更重要的是 现在泰王要面对的 不止后宫中的争斗 更有王储之争 和希拉米十分不对付的 原配之女 泰国长公主 帕查拉 以及泰王唯一的儿子提邦公 在之前的六年 希拉米一直都隐形埋名 从来没有任何消息传出来过 甚至和儿子提邦公 从未见过面 而这一次呢 突然就有希拉米 清灯古佛 削发维尼的照片传出来 大约呢 也是为了他回宫造势 让希拉米回来 一方面呢 可以让为希拉米教区的民众 不再抗议泰国王室 简单来讲啊 把后宫的嫔妃推出去 当缓兵之际 另一方面呢 也为后宫之争呢 形成制衡 王储之争呢 增加心力 对于处境岌岌可危的泰王来说 这枚棋子足够好用 好了 今天娱乐第一眼呢 就先播送到这里 有喜欢我们的朋友 请记得点击右下角 订阅我们的频道 拜拜 明天见